如果散大鱼收 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什么症状 来 杨远 好 我们表现为叫 阳气外浮 阳气外浮 是不是火上都有点大 这种人动不动 就会出汗很多 还会出现这种热 别人都不感觉热 他就感觉特别热 第三个 这种人脾气特别大 不要去野他 所以还是这种人还容易睡不着 知道这些症状了吗 看着有点像更年期症状 其实更年期也是一个阳气浮越 体内的精液不够的表现 阴不脸阳 那什么人容易出现这些症状 这种人往往第一个就是喜欢熬夜 第二个呢 这种人情绪特别不好控制 动不动就过度认真 过度细心 就比较较真的那种人 对 比较较真 第三个在某些人特别该某个年龄段的人 到了更年期时间了 本来体内的经验也不够 叫阴不脸阳 然后阳气就往外浮越了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症状 那如果已经出现这些症状了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是怎么去调理一下呢 应该注意什么 其实第一个我们还是感觉 熬夜的习惯慢慢慢慢叫改正回来 尽量早一点睡 第二个呢 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把压力什么 释放出去 那其实这种人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学会调整呼吸 当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你能闭目养神 把呼吸放慢 把气 泪收泪敛 呼吸放慢之后 其实你的心率也会放慢的 所以浮越的状态也会减少 深呼吸 那除了刚说的这些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好喝的东西 能让我们静下来呢 那当然少不了喝的吃的是吧 对 好 那我相信 大家可能都对它非常了解了 这是用乌梅做的饮料 乌梅冰糖饮 一定又是一个非常好喝的饮品 这样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给大家上来尝一尝 大家仔细品尝一下 这个饮料里面 除了乌梅之外还有什么 非常浓重的乌梅的味道 大家也闻到了吧 来尝尝 好酸啊 对 我们这个道具老师为了健康 为了让大家少吃点糖 糖放的少 蛮酸的 我猜里头这个酸味 是不是有山楂呀 像 特别酸 还有一点点微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它那个苦的那么舒服 就是苦的很润是吧 有一点点 是 干净的雨林 菊花是不是有啊 菊花是吧 菊花 菊花都是去活的 有可能 对 我是看见里面 好像有花瓣 还是花蕊的 我觉得肯定加了花 秋天是不是加了桂花呀 我觉得几位特别厉害 有几个都猜中了 乌梅肯定少不了 对 有山楂 有菊花 有桂花 真有桂花吗 每人猜中一样 每人猜一样 其实还有一位 也可能大家没猜到 刚才你提到的 有点点苦味 其实应该放了 有点点橙皮 带有点点苦的味道 那这几杯药的话 如果要煮的话 加多少 乌梅啊 五克左右够了 山楂也是三到五克 因为它偏酸 那菊花呢 三克左右 桂花放一克左右 不要同时煮 这个汤煮好了 最后再放桂花进去 这个桂花的香味就出来 那橙皮呢 我们就觉得 你放四分之一块 假如你怕酸 就加一点点冰糖进去 糖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要用酸的味道 去感觉 你感觉喝完酸之后 其实你整个口腔 感觉有什么 生肌液 生肌液了 对 就是要达到 开始的时候 喝上去偏酸 但是真正过后 你感觉整个口腔里面 是润的 很舒服 行 这个茶饮我们了解了 也是蛮好喝的一个 那在养生学位方面 有什么要教给大家的没有 其实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也有一组学位 是专门来管这个人体的 这种门窗的这个学位 就是河骨和腹溜 河骨穴大家肯定都知道 其实最简单 就是我们把这个手的大指 搭在这个虎口的地方 指尖搭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河骨穴 你再压一下 是不是酸胀感 也非常明显 是吧 那这个地方就是用 直接用这个大指 去按压 揉按 稍微要用一点点力量 去按揉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个穴位 可能大家了解的 不一定特别多 这个穴位 我们把它叫做腹溜 这个穴位在哪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脚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说的内怀 我们叫内怀肩上 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是吧 这是根腱 在这两个穴的中间是什么 是太西穴 圣经的太西穴 那腹溜在哪呢 腹溜就在太西上两寸 是在直上 从太西直上两寸 三指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腹溜穴 在我们的这个颈骨的后面 这两个穴位配起来 我们就可以用它 既来既可以止汗 也可以发汗 那像今天这个情况 就是阳气外浮 汗出的比较多 我们需要把它收一收 所以呢 我们要重重地 按压我们的颌骨穴 然后轻轻地揉一下 我们的腹溜穴 这个两个穴位配起来 就是包括更年期出汗多 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 好 谢谢